用户花6万入手华为Mate X 用两天就包费 爬得越高摔得越惨 今年手机行业最热门的事情有两件 一件是5G 另一件是折叠屏手机 而对于折叠屏手机 三星Galaxy Fold 以及华为Mate X 都是非常火热的折叠屏手机 尤其是华为Mate X 在国内来说可以说是相当受欢迎了 因为华为Mate X 是国内唯一能够量产开卖的折叠屏旗舰了 尤其是华为Mate X的价格非常的惊人 原价本来是16999元 但是鲜鱼最高已经炒到了10万 最低也有3万 对于一部实际售价 只要1699元的手机来说 这样的加价空间可以说是相当的惊人了 而华为Mate X好像成为很多土豪的需要工具 今天有用户在贴发发帖 表示自己一个客户花6万买了华为Mate X 仅仅用了两天就能够报费了 然后用讽刺的语气感叹华为的质量真好 根据小编猜测 华为Mate X会被炒到如此高的价格 原因是本身就没生产多少 第二就是有人刻意来炒价格 华为本身的人又没有加入场落 我们不倒是知 但如果有华为自己的人在干涉的话 那真的只能说是自作自受 爬得越高摔得越惨 对于网友换6万元买了华为Mate X 用了两天就坏了 大家怎么看呢 优户花6万入手华为Mate X 用了